五一这个地方又要火了 不过这个地方火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里吃的喝的逛的玩的都有 关键还不要门票 不仅是外地人喜欢 本地人也喜欢 这里明明叫做老门东 却天天有人喊它老东门 老门东绝对是一个免费的宝藏景点 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层出不穷 到处都是好看的汉服小姐姐 点赞收藏跟我走 它之所以叫老门东啊 其实就是以中华门为坐标 中华门的东边这一块我们叫它门东 中华门的西边这一块我们叫它门西 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前老陈南居民生活聚居的地方 也是那个时代手工业商业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叫它老门东 进了牌坊之后就是它的一条主街 一直通到前面的城墙根 在这条街上有几家小店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像这家南京云景 它的小工艺品还是挺不错的 前面的桃园村的糕点 包括还有豆花庄和问柳菜馆 还有一家就是南京的德云社 这一地方票太难抢了 看这就是南京的德云社 再往前面走几步 就是城墙根了 灯会期间啊 这一地方扎了一个超大的网红大龙灯 现在灯会结束了 龙灯也已经拆走了 快来看快来看 今天还有表演 哇都穿的是民族服装 特别漂亮 好看好看 是青海的旅游推荐会 青海我一直想去 今天赶巧了看看 现在的旅游推荐会都不在酒店开了 跑到景区来开了吗 真的是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啊 以前在酒店开推荐会真的是太无聊了 现在放在景区 有吃有喝有玩有的逛 热闹非凡啊 我发现这个推荐会的现场还有很多的宝贝啊 看世界级的飞仪 唐卡也来了 主要是这个 纯手费的 颜料呢 它主要是用一些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 比如说很多的保湿 这类松石 玛瑙呀 青筋石孔雀石啥的 全都有 它里边最便宜的颜料是黄金 最便宜的颜料是黄金 这个厉害了 这里还有咱们的牦牛肉是吧 这是品尝的是吧 可以品尝 哪一种好吃的 这原味的 对 我们当年喜欢吃这种 有嚼劲 有嚼劲的这种 它外地人的话 南京这边他们比较喜欢吃 有辣味的 好吃 这边还有青海的青柯 还有青柯茶 这边还有青柯酒吗 老板 咱们这个青柯酒 跟其他的这个酒有什么不同 我们是单粮量造的 单粮只有青柯 对而且青柯酒的东西只生长于这个青藏高原以上 中国白姐的上市企业里面 十九家 那只有我们是一年四季可以不间断酿酒的 所以我们能够出产四种四季酒体 春量非常柔顺 夏量是比较醇厚 秋量就比较净爽 冬量比较腼腆 真正是做到这个天人合一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这种纯凉的这种青柯酒 这也是可以尝的是吧 对可以的可以的 今天开车了不能喝酒 闻一下 闻一下 香 这小瓶挺好看的 有机会约上三五好友 我们一起去青海喝青柯酒 说到青海 大家都知道查卡盐湖 但是我真不知道 查卡盐湖的这个盐 还可以做出这么多的产品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 您拿起来可以看一下的 盐雕 功夫熊猫 盐还可以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好玩的 这种卡通形象 这摆到办公室也挺好看的 对 这个衣服好好看 果然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个叫土族盘袖 也是国家飞仪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杞 说到这枸杞 还得看青海的 枸杞茶很多人都喝过 但是枸杞酒 你肯定没喝过 这边还有青海的枸杞酒 我们来尝一下 好香好香 青海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地方 以前一说到青海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查卡盐湖油菜花 今天通过老门东的这一场 户外的推介会 还知道了龙阳侠和坎布拉 关键我还在这里 吃到了牦牛肉 喝到了青蚵酒 看到了特别珍贵的唐卡 大美青海全是宝 所以说有空走出家门 到青海去捋捋游 看看他们的美景 尝尝他们的美食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 像这样的户外的这种推介会 来看一看 也可以了解一下青海的文化 其实老门东一年四季都有花 这个季节 墙威开得特别好 也是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逛完主街 我们可以一起捷炉试影 去逛一逛老门东的小巷子 看到没有 这个巷子里面的这个墙威花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在这个墙威花的旁边 还有一个我们老张家的辅养 明代的一个抗窝英雄 叫张可大 然后他们家的家宅 进来看一下 里面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 拍照很好看 来来来 看这边还有一个更好看的巷子 叫做三条银 走进去瞧瞧 哇 漂亮 进来之后有没有发现 就元宵节期间的 他的这些龙灯还没有拆掉 还在上面 到了晚上灯光一亮 拍出来的照片更加的浪漫 看前面还有一片 薔薇花的瀑布 好多小姐姐在拍照 在三条银的中间 还藏着一个清代的文学家 戏曲学家 鲤鱼的故居 一个园林 叫做戒子园 戒子园啥意思呢 出自一句话 戒子腊须弥 意思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如果你有空走进去看一看 你会发现 这就是藏在老门东里面的一个 典型的 龙缩版的江南园宁 世外桃源 真的是不进来 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大 看到没有 鲤鱼在钓鱼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小隐隐于山 大隐隐于市 从戒子园出来 还能够看到一处名人故居 这个人叫蒋寿山 他是一个晚清的富商 这个人据说是赶毛驴发家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外号 一开始人家管他叫蒋驴子 他发家之后在南京城 各个方向购买了大量的房产 有人夸张一点说 南京半个城都是他们家的 所以又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蒋半城 说他家的家产加起来 估计有上百万辆黄金 所以又有人喊他蒋百万 前面这道门就有意思了 门的里面是湿河远方 门的外面就是人间烟火 三条银的尽头就是很多网友都来打过卡的 宫崎俊爷爷的右键炊烟柴火馄饨 看这还有圆明园十二兽手 不过是假的 二师兄 这个二师兄怎么这么长的聊呀 这不会是猪刚烈吧 既然来到了老门东 怎么能不尝一尝南京小吃呢 这条街就是老门东的小吃一条街 这条街上汇聚了南京城东南西北的老字号小吃 有小镇酥烧饼 蓝老大唐粥 黄青剂凉粉 蒋有剂锅贴 徐家鸭子 拐个弯 前面还有一个常年排队的陆式梅花糕 和一家特别好吃的臭豆腐 我们也去尝一尝 今天不排队搞个豆沙的尝一尝 吃这个梅花糕一定要小心 因为刚出锅的特别烫嘴 他们家的口味其实挺多的 但是最经典的还是豆沙味 省记的臭豆腐 来份臭豆腐 他们家臭豆腐有两种 推荐这种先炸后卤的 它叫爆汁臭豆腐 一口咬下去真的会爆汁 在小吃街的尽头还有一个富宅 这个地方就是上下五千年 中国唯一的一个女状元 傅善祥的故居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牌坊了吗 上面写着上江烤红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以前古人考试的地方 上江指安徽省 考棚就是预考的地方 那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在清代分为 叫做两江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叫两江总督 这两江指江西省和江南省 江西省今天还在 这江南省已经分家了 那江南省里面又分上江和下江 这上江就指安徽省 下江就指江苏省 所以这上江考棚就是安徽省的考生 参加乡市之前预考的地方 在老门东的边影顶头有一个俊慧书屋 一定要来打个卡 因为它是一整栋的晚南徽派的木雕楼 这个楼明朝就有了 原来不在这儿 原来在江西雾远 后来按标记把它一块木头一块木头标好 拆掉移到南京再重新组装 那个时候就是书店 现在还是书店 这也算是南京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不是很宝藏 有历史有文化 有书房有酒吧 有绿树有红花 还有各种网红墙 可以拍照打卡 各种南京的小吃是一样也不落下 白天的老门东到处都是一幅画 晚上的老门东到处都是一年杀 青春无价 失酒趁年华 宝子们快来老门东吧